你了解數學嗎? 經過了12年的教育 國音數都是必須的存在 在你走進這個科系前 你真的覺得你認識它嗎? 先來說說關於應用數學系 你會想到什麼 給你3秒鐘 123時間到停止思考 我猜你想到的是微積分 微積分跟微積分 但其實這科系並沒有你想的那麼恐怖 也沒大部分人想的那麼輕鬆 啊數學不就算算數就好了 這句話聽到快吐了 但數學系除了算數還會幹嘛 我們還會理解 理解什麼? 理解我們一直也來認為理所當然的公式 後續回來大家對數學題目的認知 往往都是1234 到高中頂多再來個XYZ 但上了大學可就不同了 特別是數學系 除了中文變英文的差距外 看到更多的是CNQRZ 這個XYZ跟那個XYZ的差別也是個難題 所以字太醜的同學 好好練字吧 因為字太醜讓我們分不出大小血被扣分 是很清酸的 懂嗎? 回到主題 我們除了算數 理解 還有程式語言方面的課程 而大愛新生也從2017年開始了新鮮人計畫 Freshman Project 由本系老師帶大家初步了解數學 並經由分組討論讓大家更加熟弱 發想出歇馬行空的點子 在這人手一擊的時代 數據和科技是關鍵 而數學則是轉動它們之間的重要次論 數學為科學之母也充斥了我們生活 理解數學可以豐富生活 你準備好走進這個世界了嗎? 在這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